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对今天整个华人世界 福音广传 迫切百业化 普通话和广东话 已经成为华人主要使用语言 如今资讯科技全球无远佛界 利用不断优化的新媒体 将福音传开 建立网络 装备信徒 就可以达到时半功倍的地步 Good TV 指1998年在台湾啟播 建附起华人福音的大使命 按照从上而来的领袖 不断扩张境界 在全球华人重要地域 包括北美地区 东南亚地区 以及香港大中华地区 建立更多福音基地 达至全球连线宣教 Good TV Hong Kong 承传福音使命 以传媒作平台宣讲福音 加上香港地理上的独特性 结合媒体发展的专业经验 发挥生活创意作炎作光 回应呼召进入命定 Good TV Hong Kong 肩负起以福音大能 作城市转化的现象 利用新媒体网络的最新科技 结集香港不同职场领袖的经验 面向中国大陆最广阔的和尚和福音的需要 盼望成为上帝传媒宣教的宝庇 预备抹后的日子 首三年发展计划 包括在香港设立Good TV Hong Kong 媒体宣教基地 拥有独立的新媒体频道 自行制作本土不同类型的节目 继续与香港各大酒店、医院和老人院合作播放节目 以及建立两岸四地的教会网络 Good TV Hong Kong 将会采用 由香港科技大学全球独家专利研发的 《协流传媒》 Streamfony 云端技术广播 这个技术可以同一时间兼容 在日常最普及的四种媒体屏幕 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电脑和家庭电视 目前协流传媒技术得到各大媒体机构采用 包括全球最大的电信箱中国移动 云端四平的年代已经开始 制作节目方面 我们分别会以家庭、职场、人际关系 以及生命见证为主调 以正向价值观念结合信仰的生活化 为观众提供优质的正能量电视节目 鼓励劝勉、建立生命 我们会以现有Good TV电视台的普通话节目 结合香港的专业制作内容重新编辑 以更本土化的包装播放 希望达至普通话和广东话都能够同时兼备 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由去年开始 香港柏林酒店和月来酒店 先后加入Good TV频道 在2000间客房为中国旅客 在酒店休息的时候提供福音内容 效果非常理想 未来我们会继续扩大合作的酒店数量 更加会在医院、老人院、家装Good TV视频 传播耶稣基督的好消息 今天台湾Good TV的成功和经验 不单只见证了上帝的大能 亦都是我们香港团队 以及弟兄姊妹效法的好榜样 华人福音大军的兴起 大卫的帐幕 得胜的号角声响起 标志着天国福音的大需要 善用新媒体广播 承传好消息 Good TV Hong Kong 媒体是上帝给我们很好的礼物 我们Good TV香港的发展和服务的人群 相对来说更加广阔和多 在做媒体宣教的一班专业基督徒 很想我们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将福音广传 能够本招利大去做 我相信必须透过一些新的媒体 新的做法和一些专业的人 大家同心协力去做 讲公义 讲信心 互相尊重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人心目中根底里 想追求一些重要的生命元素 我们能够这么荣幸 可以藉着这个平台 能够在香港建立我们的制作 亦都让部分的制作频道 能够展现到 具香港特色的好消息 通过这个过程中 我们能够完成福音的承传 因为Good TV的使命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支持Good TV 那么在传扬福音上面 我也是有份的 面对这个一亿多讲广东话的和场 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是不可以 换避这个责任 所以我是很支持 香港Good TV 在香港成立 城市转发 就要不断在这个城市里面 找一些希望的足跡 将它抗移冲枝 然后再继续去散播 从上以来的正面力量 就是要多元化 生活化 以及碰到人心里面所面对的 以及生活里面实际的 每天经验的那些问题 其实同声同气是很重要的 香港人当然是应该有 香港文化的电视台的电视节目 这样才是最明白大家的需要 2013年的新媒体事工 只有一件事就是祈祷 看到幕后有很多很专业的制作人员 而他们是很敬虔和谦卑的 很希望能够集合到这一班人 而可以训练出一班 很有心做这一行 又去侍奉的人 愿更多的人认识 创造宇宙万物的唯一真神 让他们能够享受主的恩典 新媒体广播成全好消息 Good TV Hong Kong 善用新媒体广播成全好消息 Good TV Hong Kong 好疯伞 感谢观看